为什么要超度自己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也是一个很好的课题 简单讲我把超度这件事情 分成三个角度来讲 第一个就是我们前世的业力 我们是灵魂不灭 经过了很多很多的身体 经过了很多事来到这一世 所以在每一世 我们如果是作为一个人类的话 甚至就算是动物 也会有自己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也会有自己的兄弟姐妹 也会有自己的爱人 自己喜欢的人 自己讨厌的人 每一个所存在 我们的灵魂所存在的生命里面 都难免会有一些遗憾 比方说来不及见你前世的妈妈 最后一面 比方说来不及说爱 因为你没有表达你自己 你没有勇敢的去面对你自己的感情 所以你失去了一个非常爱你的人 这是一个遗憾 那当然也有所谓的情在 也有所谓的潜在 太多 或者当时我们应该有勇气去做一件事情 可以阻碍坏人 可以帮助很多的生命 获得重生 但是因为我们害怕胆小 我们没有去做 导致有很多的生命 无辜的牺牲了 等等 这个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 那在这一世里面 我们也有爸爸妈妈 我们也有爷爷奶奶 我们也有家人 我们也有自己的孩子 甚至自己的孙子 我们有兄弟姐妹 有很多的旁族的亲人等等 包括我们养的宠物 其实这些跟我们累世都是有因缘的 人家说这个不是冤亲债主不为一家人 所以你会发现家里面有人是来讨债的 有人来报恩的 有些人是来还债的 不管怎么样 这个恶缘要善了 善缘更要善了 所以每一个来到我们身边的人都不是莫名其妙 都是冥冥之中的注定跟安排 所以我们要把前世的遗憾 从我们的潜意识里面 彻彻底底的去除 所以我们要用 这个所有这个慈悲的爱 去超度我们身边的冤亲债主 当然不是只有我们有冤亲债主 我们的父母也有他的冤亲债主 我们的子女也有他与生俱来的冤亲债主 这些事情不解决 他就永远在那里 但是当你去解决他的时候 你会发现 当一切不好的都慢慢的被你层层层层的去除之后 留下来的就是一些美好的 所以为了我们前世的业力 我们必须要超度自己 我们累世累劫 包括今生今世 都会犯下很多深口意的错 包括我们起心动念 跟别人做了比较 或者我们嫉妒别人 其实那也在减损我们自己的福报 所以福报是很难赚到的 你要透过很多的大布施 你要做一恩供 你要念经 你要供佛 你要做很多的善事 你才能够累积到福报 而业力呢 是太容易造作了 你就是起心动念 或者你就是 就是说了不该说的话 也许你的一句话 让别人非常的不开心 甚至回家 导致更大的意外等等 所以呢 我们要尊重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 也要谨慎的去思考 我们讲出去的这个话 对别人是有帮助的 还是对人是有负面的影响的 就要我们要仔细的想清楚 以免我们一边在做法会超度自己 一边又不断的在做恶业 那你法会好像一直在办 也就是把你每一年的恶业消除掉而已 并没有办法把累事累劫的去除 所以我们要参加法会也好 我们要超度自己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断恶修赛 就是知道这个是不好的话 我们不要说 这个说出来会让别人伤心的 我们不要说 我们尽量说一些鼓励别人 让别人可以因为我们的话而开心 尽量说这样子的好话 好 那就是刚刚我们讲的 就是前世的业力 那我们再来讲第二点 就是今生的标志 我们从小到大被贴了太多的标签 比方说 也许你的父母在怀你的时候 他们期望是一个男生 但是你生下来是一个女生 虽然父母没有表现出他们的失望 也许他们是一样的 非常的爱你的 我相信父母是爱自己的小孩的 但是在你的潜意识里面 你感觉到你是不受祝福的 你是不受欢迎的 你是不祥的 或者你不值得拥有幸福 你不值得得到别人的爱 于是在你的心里 在你的心里就会非常的自卑 所以有些人因此就是当有一个人爱你的时候 你就很高兴 然后你就很快的掉入情网 然后你完全没有去想 那个人是有老婆的 或者那个人是有暴力的倾向的等等 这个就是在某一些潜意识里面你被贴了标签 还有有些人就是小的时候可能胖胖的 每一个小孩都有经历过比较胖的时候 特别是在满一周岁左右的那个时候 虽然不一定会讲话 有些人是两三岁的时候很胖 五六岁都有的 就是邻居或者是家人 有时候家人都会 就是故意讨侃 就说你看一个小胖子 你看我看你这辈子就是这么胖的 可是他讲这个话的时候 其实没有恶意 反而也许你的父母是很骄傲的告诉别人 说我养得真好 你看我这肥小孩 胖儿子 胖女儿 你看我养得多好 可是这些话 就是在这个小孩子的潜意识里面 它就造成一个伤害 于是它会产生两个结果 一个就是这个孩子 开始觉得 他的人生是 就是他是 不受欢迎的 他是 不会有人喜欢他的 所以他也许有一个结果 就是他会变得很自卑 变得很 很暴饮暴食 就是变得更胖 而且他就一辈子都很胖 那有一种呢 就是开始觉得 他不要吃东西 他可能就开始 得到厌食症 或者他变得很销售 当然如果你的 这个勇气很够 然后你的 这个心态很乐观的话 那你可能就会 过得非常的正常 就是那个 在这个潜意识里面的伤害 对你没有真的 留下太大的伤害 那就真的是 你真的是很棒的 那还有一种呢 是从小成绩不好 那可能呢 父母就会说 哎呀你没出席啦 你没有出席啦 一辈子都不会成功的啦 等等 这就给你贴了一个标签 就这个小孩 就会从小就会 不但很自卑 没有自信 而且呢 遇到很多事情 就很爱逃避 而且特别喜欢 跟别人比较 特别有嫉妒心 看到别人 成绩比你好 或者是长得比你漂亮 或者是赚的钱比你多 你就会有千百个不开心 千万个不开心 然后当有一天 你看到某一个人 他非常的落魄了 或者非常惨的状况了 或者离婚 你就会非常非常的开心 就是你的快乐 跟开心变成是建立在 别人的不成功上面 而不是因为自己变很优秀了 而自己很开心 所以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 为什么要超度 我们自己前世的业力 今生的标签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你今生要完成的使命 使命很多 工作很艰难 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 潜意识里面 所有不好的 负面的能量跟阻碍 一个一个把它排除掉 如此我们才有美好的未来 我们才有勇气 我们也才有精力 去面对我们的人生